Inpress 颜色的设定 在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一下如何设定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 在我们前面的单元用到的颜色或者键程都是Inpress内建的 请各位先打开一个空白的简报 然后选择版面配置是空白的 我们来到格式 选择区域 选择色彩 编辑 选一个颜色 我们确定好之后呢 把它加入 颜色的名称重复我们用其他名称我们按确定 改成 键末黄确定 好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我们创造出来的键末黄颜色可以使用 好这是一个单一个颜色的创造那怎么样做出不一样的键程色呢好一样在格式 区域 区域 好 键程 我们先选择现行的颜色呢我们用选一个绿色的好到一个我们刚刚创造出来的键末黄 好我们给它加入 好键程色的名称呢我们先暂时不要改啊你喜欢的话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好确定 好这样子我们就多了一个键程色好那你也可以选择不一样的键程效果好像我们刚刚选的是这个键程色我们选择键程我们用这个去修改我们改成放射性的好 好中心的位置呢我们改成一下我们用在中间的位置就是50%50%的位置中间放射状好我们加入 好一样修改我们可以用 好用它跳出来的颜色键程刚刚键程已经用过了我们用键程二好确定好确定好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放射性 的键程色可以使用了好那在这个单元很快的为各位介绍了有关颜色的设定啊一个是单一颜色的那一种呢是键程色的 好那这个单元介绍到这边 好 toget咱们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